一而十 给我一家三代的省力博物馆 家父和同流的照片 同年我家住在宜蘭县东山乡 当时只有铁路和九万十八拐的北宜公路 要上台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好像是1957年父亲到博物馆 西装必挺 骑着同流满足快乐的样子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到此一游 在台北念书时 到博物馆参观蝴蝶标本 当时可以合法买卖各式蝴蝶标本 我好喜欢 好想买可是没钱买 也没有相机可以照相 年前成展蝴蝶标本 可是保育儿不能买卖了 1975年1月 我带着家人到新公园玩 在水池旁 小女边学走路 边牙牙学语 一家人享受那欢乐的时光 胖胖的娃儿一直要巴妈抱抱 1981年6月 我们又来到新公园 在至圣仙师向前拍美美的照片 1985年6月 1985年6月一家人参观博物馆和牧掌 抱满的现场和兴奋的观众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没有好相机 拍到实景真不容易 晚前广场 还有唐葫芦的民俗表演 小犬一直叫着 我要我要 可惜没有拍到相片 水池边的荷花盛开 迎接欢乐的时光